各位同学大家好 从这一小节我们就进入Linux项目实战的第三大部分 圆码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Monkey的一个简介 Monkey它是一个轻量级的web服务器 主要是针对小型和快速的要求而设计的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它的圆码我们可以从官网或者其他第三方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到 它的设计目标主要是针对一些嵌入式设备 在硬件配置不高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信用 支持的CPU有ARM-X8664位的处理器 能够在多种Linux的平台上运行 它的并发模式是采用的多线程并发 那安装方面主要是对Linux的内核有要求 要求2.6.29以上的版本 我刚开始装的时候 Linux内核版本就比较低 然后安装上去以后就有东西编译不过 后来这个找了一个高版本内核的Linux就可以编译过 但后面两个酷一个现成酷一个C酷 一般来说只要装了Linux 这两个酷都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Monkey的一个主要流程 我简单的画了一个图 画出了Monkey的主要工作流程 但那些次要的部分我省略掉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程序启动以后 首先做初时化的动作 初时化什么呢 做一些信号量的初时化 系统配置初时化 一些全距变量的初时化 工作线程和调度的初时化 还有一些扩展的插件 应用的初时化 我们工作目录下有一个plugin的目录 下面就是放了一些第三方的插件功能 初时化完成以后 就创建一个监听的socket 然后把进程设置为守护进程 设置完守护进程以后 就进行时间和时钟的一个初时化 然后设置线程的Key值 再设置当前工作进程的组ID 用户ID 然后调用第三方扩展的初时化 初时化函数 做一些数据或者说环境变量的初时化 再下来创建工作线程 工作线程创建好以后 它有一个等待的这样一个操作 等待所有的工作线程都准备就绪 然后进入一个监听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了 可以接收请求并进行处理 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Monkey的这个主要原码 这个是Monkey的一份原码 我们首先要找到 我们首先要找到整个项目的函数的入口 C语言的程序入口其实非常好找 我们只需要搜它的卖函数就可以了 卖函数位于Monkey.c下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大致处理流程 程序启动了以后 首先是进行参数的一个处理 这段我们暂时跳过 然后给configure这个结构体 这个全区变量分配一定的内存空间 这个结构体我们稍后还会介绍到 它主要是控制web服务器的一些全区变量 比如说端口地址 超时时间这些 这一段就是我们流程图里边所画的初始化部分 初始化 主要初始化信号量 初始化配置 初始化现成和调度 初始化第三方的扩展 初始化完成以后 就创建一个socket 这个socket是监听的socket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的话 基本上就知道它做了什么事情 创建完socket以后 把当前进程设置为守护进程 这个函数呢 是把那个当前进程的进程号打印到一个文件中 初始化 全 初始化时间的全局变量 这个函数单独创建了一个现成专门来处理时间 这个函数我们看到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它是初始化一个point的类型 其实point呢 就是自定义的一个字符串的类型 它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长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 它设置了很多全局变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全局变量实际上就是一个字符串 mkpoint实际上就是一个字符串 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长度 初始化这么多字符串 我们看到设置什么 一看呢 这个就是http协议相关的一些头啊 还有一些关键字啊 一些标签 这个在稍后解析和组装http报文的时候会使用的 这个函数呢 就是初始化现成的一些key值 设置进程的uidgid 这个函数呢 是对那个配置文件进行个检查 这个函数是打印出当前的 当前web服务器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单口啊 还有它的地址啊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流程图里边所画的 调用第三方扩展插件的一些初始化函数 设置一些数据 设置一些环境变量 再往下看这个函数 这个就是创建我们的工作现成的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根据我们的配置 创建多少个工作现成 我们进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创建线程的 工作现成创建好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while循环 这个循环是 等待所有的工作现成都准备就绪了 就绪以后呢 进入我们的循环 监听这个 这一步 这个函数一调用 就表示我们的web服务器 已经可以对外 提供服务了 可以接收请求 进行处理了 我们对monkey的主流程 进行一个大致的浏览 当然看任何一个陌生的东西 上手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在debug模式下来观察它的流程 这样会更清晰一些 好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登录Linux服务器 好 登录的服务器上以后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monkey 大家看到这种模式下呢 monkey实际上是没有打 是打印出调试代码的 我们把monkey重新设置一下选项 把它的调试开关给打开 重新编译一个版本 在哪里把它的调试开关打开呢 在configure这个脚本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选项 大家看一下 trace这个选项 我们执行configure的时候 把这个选项带上 它就可以把调试开关打开 重新执行一下 重新编译 编译之前 我们先把旧优待 清理掉 编译完成 我们还是来运行monkey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运行的话 可刚才第一次运行 打印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打印出了很多的调试信息 有哪一个文件 多少行 掉了哪个函数 都打印的非常的详细 我们在不熟悉原码的时候 可以把它调试 可以把调试开关打开 然后对照着原码 这样可以更快的熟悉 这个原码 我们发一个请求来看一下 散文monkey的主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又打印出了 很多调试的日志 清楚的显示了 如何处理 接受一个请求 处理一个请求 大家下来把调试模式打开 然后对照着原码 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就不详细的讲了